民主派議員開會之後一致決定 若果人大常委會勒實撤銷任何一個議員資格 19個民主派會總辭 正正顯示了 中共對民主派過這兩個月 全力履行職責 監察政府是老修成路 因此 他們是完全不顧民意的強烈反彈 他們是打算 也有可能 是會在違反基本法之下 去DQ議員 我們是一致決定 一旦人大常委會落實DQ的決定的話 我們一定會義無反顧總辭 對DQ的荒謬決定 是作出一個最強烈的抗議